在百件阿兹海默病药物Alderham获批引发争议之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7月8日同意更新该药物的处方标签,试图缩小其使用范围。 FDA现在建议,Alderham仅用于患有轻度阿兹海默病或者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而最初的批注的使用范围要广泛许多。 这项更改由百件宣布,该公司强调,该药物仅在患有轻度疾病的人群中进行了研究。 其清楚表明没有关于在疾病更早期或者晚期开始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然而FDA上个月最初批准并没有做出任何区别。 使用范围变窄可以使Medicare更便宜地支付这种药物,该药物的标价达到每位患者每年5.6万元。 医生和药物定价倡导者批评了药物的高昂价格和广泛的使用范围, 称这可能对Medicare的支出造成严重破坏, 特别是对于一种未经证实存在益处的药物。 由于阿兹海默病主要影响有资格享受Medicare的老年人, 为这种新药买单的将主要是纳税人。 在使用范围变窄之后,该公司估计约有150万患有轻度阿兹海默病的人有资格使用该药物。 凯撒家庭基金会的一项估计显示, 即使只有50万名享受Medicare的阿兹海默病病患开具Aldoham药物, 该医保计划每年也将花费将近290亿元。 百健研发主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提交了标签变更, 是基于我们与处方医生、FDA和患者权益倡导者的持续对话澄清符合条件的患者群体。 但是事实上,收窄使用范围的决定是由FDA发起的, 该机构官员联系了百健并与该公司举行了会议, 以澄清处方标签。 一家公司在新药获批之后这么快就同意缩小标签范围是不寻常的。 批评人士表示,FDA此举是为了清理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Aldoham是近20年来首个获批的阿兹海默病新药, 并且是在FDA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况下获得批准。 Aldoham不能治愈阿兹海默病, FDA甚至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该药物可以减缓疾病发展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然而尽管FDA表示应限制其使用范围, 但是似乎也为更广泛的使用该药物敞开了大门。 该疗法通过静脉给药, 只在减少阿兹海默病患者大脑中的斑块数量, 脑斑块被认为是导致阿兹海默病的一个因素。 但是FDA承认,就实际减缓阿兹海默病的发展而言, 该药物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临床益处。 官员问津津表示,通过去除斑块, 该药物有可能使患者受益, 并可能减缓认知能力下降。 该机构在批准这款药物时使用了加速批准途径, 该途径通常用于治疗罕见疾病或者患者人数少得多的药物。 众议院的两个国会委员会已经对FDA对该药物的评估过程展开调查, 参议员也呼吁就该药物的成本对联邦支出的影响巨星听证会。